寿风乡公所目前正在进行寿风路二段排水沟工程 主要施工项目为既有排水沟清淤 水沟盖老旧更新 而居民对目前的施工方向提出了疑问 由于北段的排水沟地势较高 希望能够导入理想路的活水 以及加宽后段的排水沟宽度 不过据了解乡公所已经召开过相关的说明会 但部分村民仍对目前的施工方式有所疑问 也造成村民以及公所在工程上认知的差异 正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寿风路二段排水沟改善工程 当地村民向乡民代表反映 该工程的施工方法对于排水与环境卫生的设计上有所疑虑 接受陈情的乡民代表陈静和指出 如果是水沟盖的更新 对排水功能的宽度未改善 村民会质疑工程的效能 排水沟就原地地在重建 排水沟做得太小 请公所向乡亲要做一个解释 据了解该项工程总经费 营建署补助1806万 公所配合款294万 将施作寿风路1240公尺 寿文路309公尺 主要的施工项目 既有排水沟清淤3166公尺 排水沟盖老旧更新1891公尺 寿文路、寿风路、AC路面老旧铺设 目前以八包改向工程 对于村民的一律也难以更改 记者林杰寿风乡采访报道